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每年2月全球航空航天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新加坡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航空展 不仅是商业交易的盛会更是科技风向标 但2026年的航空展可不仅仅是看飞机那么简单了 它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战略性扩展 首次将目光从空中投向了外太空 新加坡航空展将首次举办航天峰会 Space Summit 2026 这个信号极其强烈 这意味着新加坡不再满足于做亚洲一流的航空枢纽 而是要插足全球太空经济的竞争 想象一下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 从波音空客这样的巨头 到最新的国防科技初创企业全部汇聚一堂 那么新加坡凭什么能吸引全球的航天精英和投资者 你可能想问新加坡能利用这次航展 确立自己在未来太空科技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 这次航展最大的战略亮点 无疑是航天峰会Space Summit的加入 这绝非只是在日程表上加了一个会议 这是新加坡国家定位的一次重要转型 峰会的主题是新领域 塑造负责任且包容的航天未来 重点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和太空经济等一提 这充分表明了新加坡的雄心 他希望在不断扩展的太空经济中 扮演一个协作枢纽的角色 新加坡认识到在太空技术领域 他无法向美国 中国那样投入巨额资源进行从零开始的火箭发射 因此他的策略是利用旗载航空 连接技术和新兴技术上的既有优势 来鼓励跨行业的合作 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连接太空技术创新者 投资者和最终用户的航天门户 新加坡正在从传统的区域总部角色 升级为一个全球太空技术生态系统 的政策制定与商业对接中心 这次航空展的内容设置 仅仅抓住了全球航空航天业的未来两大趋势 可持续发展和前沿技术 在可持续方面展会将重点展示 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E和近零排放的实际应用与技术 这与全球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责任的重视高度一致 新加坡正在通过推动航空业的脱碳进程 巩固其作为绿色航空技术应用领导者的地位 而在前沿技术方面展区扩大聚焦于数码航空技术 可持续推进技术和未来国防科技 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的航空巨头 展会还吸引了像Helsing Quantum Systems这样的新一代国防科技初创企业 这些新面孔的加入促进了全球OEM 中小企业和科技初创企业之间的联系 为整个行业注入了创新活力 新加坡航空展正在成为一个未来科技孵化场 通过展示和对接 它正在为全球航空航天业寻找能源 转型和数码化升级的最佳解决方案 新加坡航空展不仅仅是技术展示 它更是巩固新加坡区域与全球枢纽地位的关键平台 作为两年一度的盛事 它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 航天机构投资者和创新者 上一届的展会就吸引了超过11万名海内外访客 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人流和潜在投资 这种高密度的高质量人流 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 通过举办航天峰会 新加坡将自身的协作枢纽 角色延伸到了更具高价值的太空领域 航空展是新加坡对外经济和外交策略的超级平台 它通过提供一个重要的商业交易和政策交流平台 不仅促成了数十亿新元的订单 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吸引更多高 价值研发和高精尖人才流入新加坡 为国家的长期科技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所以说新加坡航空展2026是 一个多层次的国家战略升级 它既是商业交易的平台 科技趋势的展示窗 更是通过首次航天峰会的加入 确立自身在未来太空经济 可持续航空以及先进国防科技领域的区域 乃至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一步 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呢 最关键的来了 航空展的最后两天会开放给公众 举办周末at航空展吸引普通民众和家庭参与 通过近距离接触最新的商用军用和航天飞机 通过观看精彩的空中表演 新加坡正在激发下一代对航空 航天和科技领域的兴趣 如果你被新加坡航天峰会的愿景打动了 赶快购票参与吧 周末at航空展的票价为成人39元 3岁至12岁儿童则是19元 门票将从12月10日星期三起 通过演出与活动票务商Systic公开发售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人类太空科技的下一个爆点会是什么 未来十年的航天革命 与我们个人的关系会是什么 你有没有在这场改变世界的浪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欢迎收看订阅我们的频道